我是歌手 将改名为歌手2024 目前网上已经传出多份你邀嘉宾名单 近日网上再次爆料出一份嘉宾名单 陈楚生 梁静茹首发 单依纯人气高 根据爆料 首发嘉宾分别是新裤子乐队 纳英 陈楚生 李荣浩 梁静茹 单依纯和许卫 而首发齐齐歌手则是杨和苏 李子廷和江应荣 陈楚生是通过《芒果台》选修节目出道的歌手 今年参加了《皮歌3》 在节目中他的人气非常高 最终也是获得了第三季的总冠军 陈楚生是07年参加的快乐男生 出道不久后 他便由于版权问题遭到了打压 而在近年来 通过《芒果台》节目 欢迎来到蘑菇屋再次爆火 今年登上《芒果台》《皮歌3》舞台 更是受到了很多网友们的喜爱 因此也有不少网友期待他参加更多银宗节目 新裤子乐队则是内地的一支摇滚乐队 他们2019年参加了爱奇艺综艺乐队的夏天 因此人气大增 后来他们的成员赵梦还参加了《芒果台》的《浪姐3》 纳英则是内地著名歌手 近年来他也参加了不少银宗节目 他还连续两次参加了《芒果台》的《浪姐》 不过目前他受到负面事件舆论的影响 好几场音乐会都宣布退出了 因此他能否参加不好说 李温浩是内地歌手 他过去几年中连续担任中国好声音的导师 而今年他缺席了这档节目的导师 而这档节目也由于李文录音事件遭到了曝光 值得一提的是 李温浩今年一年都没有参加过综艺节目 如果真参加歌手2024 他的粉丝们会非常开心 梁静茹是马来西亚籍华语歌手 去年他与李温浩一起担任了中国好声音的导师 今年他在开巡回演唱会 截至目前还没有参加过任何综艺和晚会 许葳是内地著名摇滚歌手 他有很多金曲 其中包括顾湘 蓝莲花 旅行 曾经的你等 值得一提的是他还没有参加过综艺节目 如果他真的参加这档节目 演唱自己的曾经的你或者蓝莲花 都能够引起网友们的青春回忆 单依纯是通过浙江卫视中国好声音出道的歌手 他也是目前11位冠军中发展很好的一位 去年他还与自己的导师李健一起参加了 忙过他的音宗生生不息港月季 在节目中得到了前辈的肯定 目前他的人气也非常高 首发齐齐歌手则是杨和苏 李子婷和江应荣 杨和苏是一位说唱歌手 他也参加过中国好声音 不过他真正活起来是因为参加了爱奇艺的说唱节目 中国有嘻哈 李子婷是太极华裔女歌手 她被网友熟知是在2018年参加了腾讯视频的《创造101》 最终以第九名的成绩加入到了火箭少女101 近年来他也经常参加各大综艺节目 不过音宗却很少 江应荣是通过芒果台选秀快乐女生出道的歌手 近年来他参加了很多音宗节目 他也是参加了浪击2和浪击3 相比之前的网传名单 这份网传嘉宾名单网友们更期待 不过纳英由于负面舆论影响 他能否会参加就不好说了